在昨天我們有提到 蔡英文的表姐林明珠 她可是坐上了一個高位 那個高位可是年薪達到了500萬 但你注意到今天閃遲了 這麼短短的一天的時間之內 她就突然之間閃遲了 是因為所有的人在罵她 罵到她下台嗎 但重點是在於蔡英文 你可以注意到 這一次的民進黨的 嚴重的敗選之後 蔡英文她開了兩次的 回廊的記者會 但是你可以發現到一件事情 她講出來的話 講出來內容 完全跟所有的民眾 沒辦法結棄在一起 她一樣是文青市的治國 她一樣是文青市的做法 她的方法仍然是不變 而現在這時候做事方法不變 人民只好唾棄她 是 立剛 這大概是台灣今年史上 壽命最短的董事長 只當了一天多一點點 就被下台了 就直接請辭了 我們記得的話 昨天行政院發言人Klaas 才告訴我們說 這是專業考量 叫他去世財世所 而且是10月行政院就已經核定 等於在選前就核定了 只是他沒有跟總統報告而已 你相信嗎 他連跟總統報告都不報告 那是總統的表姐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然後林俊憲委員她也說 用部長級的動作 代表對這個職務的重視 那真是太厲害 國家果然非常重視台灣今年 可是昨天才市財世所 表示都重視 而且總統也不知情 大家都覺得沒問題的人 今天他自己突然請辭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大家都覺得太誇張了 之前你才告訴 今天二月的時候才告訴我們說 因為你身體不好 你要持部長 結果你一下子 身體突然之間又變好了 然後去這個什麼 月薪31萬 每年固定可以領持 3.5個月的薪水 光是基本薪水 就有418.5萬 再加他每個月 還有10多萬的特別費 所以他年 超過500萬 他年薪可以要到837萬 年薪這麼高837萬 這個是三個多的吳英寧 一口氣就吞下三個吳英寧 所以到今天 為什麼會有這個轉折 其實很多人都在觀察 是蔡英文總統真的 自嫌不知情 所以現在緊急踩煞車嗎 還是很多人認為說 其實林美祖 她自己的表姐 是不是早就是她的工具人 為什麼 因為蔡英文要把金融 這個東西抓在手上 立剛其實我們都知道 我覺得馬英九總統 你真的要學習 學習 人家民進黨 是多麼會照顧自己人 你看施俊錡 人家現在是行政院副院長 他之前本來是政務委員 後來變政交所董事長 現在又變成行政院副院長 許章瑤也是從政委 後來謀葬委員會主委 然後現在人家 變政交所董事長 許玉澤 我們之前的財政部長 現在也是齊交所董事長 經濟部長李世光 這當年造成815大停電 捅了這麼大一個樓子 人家現在是工研院跟支撤會 雙料的董事長 然後丁克華以前的經管會主委 當時不是說 弊案一大堆 害我們被美國要罰錢了嗎 結果人家是高鐵獨立董事 然後張曉悅 我們前陸委會主委 什麼事也沒幹過 現在人家變成海基會董事長 馮世光 更不要講 我們前國防部長 我們還特別成立一個 國防安全研究院 這是新成立的 以前根本沒這個單位 還特別成立這個 讓他去當董事長 那就等於為了他而成立的 是 吳鴻謀之前 是剛才是副市長 發營氣爆之後 還可以變成交通部長 曹啟宏以前是農委會主委 後來下來變成台唐董事長 你看每一個 都有好康的肥瘸在等著他們 所以你看馬英九總統 人家是多麼會照顧自己人 你當年是多麼苛待自己人 但是問題是大家有沒有記得 之前民進黨敗選的時候 賴清德不是探究說有五大原因 五大原因第一個就是說 經濟問題才是人民最關心的 所以應該要拚經濟才對 但是你知道嗎 賴清德講這話根本白講 你知道為什麼白講嗎 因為雖然理論上 財政部 經濟部 都是在行政院長下轄的單位 可是問題是 我們中華民國的 金融財經方面的決策 根本不是賴清德決定 竟然是誰決定 當然是我們的 當然是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你知道 我們的蔡英文總統旁邊 聽說有一個四人幫 他旁邊還有一個四人幫存在 這四人幫是誰存在 據說就是前央行總裁彭懷南 國策顧問何美越 然後我們前行政院長 現在叫執政的林全 然後還有一個蔡英文的姐夫 台大經濟系教授劉景天 你們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蔡英文的親戚家人 好像總會在關鍵時刻 住院在關鍵的地方 沒錯 而且都是重要的位置 你知道每個禮拜一 他就有一個財經諮詢會議 然後是由蔡英文總統領先 當然賴清德院長 其他這些部會 官員也會參加 當然也會去 但是問題是 其實你問他們就知道 他說我不在決策圈內 只負責執行 上面交代下來的政策 上面是誰 有一個閣員就講得很清楚 財經政策是由總統身邊的 四個人做主 四個人 你上面圈了四個人 是 就這四個人做主 也就連賴清德 也只是聽命行事的一個人 你就知道 原來賴清德搞了個半天 他根本沒有實權 至少在財經政策上 他完全沒有插嘴的餘地 這讓我們覺得很奇怪 然後我跟你講 總統府總共有70個國政顧問 稍微來講 何美越當的國政顧問 沒什麼對不對 但是你知道嗎 何美越除了國政顧問之外 他還是日月光 高雄營 友達跟金寶 這四家上市公司的讀懂 他年薪至少超過800萬 非常非常厲害 何美越原來背後 還有這麼多的讀懂位置 然後我們的資政 也就是前行政院長林全 他下來之後 去台灣東洋製藥公司的董事長 年薪是上千萬 前邀恩總裁彭環南當然不在話下 蔡英文的姐夫 為什麼也可以參與這一咖 他也不過只是 台大經濟系的一個教授 為什麼可以成為總統身邊 最高層財經決策人 你想想看 台大經濟系教授有那麼多 為什麼唯獨他姐夫可以進去 我跟你講 因為他是他姐夫 很簡單 之前林美珠 為什麼會被他放到 台灣經理人這麼重要一個職位 是不是蔡英文 就一定要操控住 所有的金融圈的位置 他才能夠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阿妹 你看到沒有 這蔡英文他本身在中央用人的方式 他這個不只是那一舉不欺欽 連包含自己的親戚 一定要放在那最好的位置上面 你看連四人包裡面 都還有他的姐夫在那其中 可是花媽跟著蔡英文的身邊 花媽也一樣 在高雄的時候 我身邊一票全都是我的人 我到了中央大拉拉 我這個花媽到了北部的時候 我連這整個高雄人 全部都拉到北部 一樣給他們照樣高的好處 對 立剛你知道嗎 在花媽執政之下 多麼傷了我們高雄公務人員的心 因為花媽的用人 嚴重的破壞了高雄的文官體制 我說明一下 我們用人在我們市政府體系裡面 有所謂的政務官 政務官當然是 他沒有具有公務員資格 但是市長可以決定說 他要任用哪些局長 這是市長的權限 好 另外一個系統是什麼 就是所謂的事務官 事務官就是說 他經過國家考試及格 然後分發到我們市政府來服務的 有這兩大類 但你知道嗎 陳菊居然是用了 不具有公務員資格的 去佔用了事務官 最高等的一個關階 叫做什麼 叫做主任秘書 局長 副局長 主任秘書 而有一些局處的主任秘書 用的居然是沒有公務員資格的 陳菊的子弟兵 所以這個傷了很多公務員的心 是說那麼他不管再多麼的努力 我也爬不到那位置了 他爬不到那位置 如果他顏色不正確 因為那上面位置被政務官給卡走了 對 他這個是 讓這些公務員覺得說 如果說他顏色不正確 他沒有去拍馬屁 或者是說他沒有去 依照上面的指令去做事的話 他可能永遠升不到 那個主任秘書的位子 更不要講什麼局長之類的了 所以這個是破壞了文官體制 我們更看到什麼 在花媽的執政之下的 那個小內閣 高雄市政府 有人跟著花媽高升到中央去了以後 然後沒多久 他的太太 這一位政務官的太太 也是沒有公務員任用資格的 一樣又進入了 高雄市政府的小內閣 擔任首長的職務 還有這樣的好處 對 夫妻黨 先升到了中央當高官 然後太太在那之後 就也進了高雄市政府 去擔任高官 高雄市政府確實現在存在 這樣的例子 還有第三種情形是怎麼樣 可是這不就像 吳董昨天在講 台唐的董事長 他老婆去當101董事長 一樣的狀況嗎 對 類似的情況 在高雄市政府 就活生生的也上演 這種官場現行記 讓大家看得是非常的觸目驚心 沒想到蔡英文跟花媽用的方式 是完全一樣的 對 還有一種更可怕 你知道嗎 我們不是今年選舉 11月24號投票對不對 但你知道嗎 在11月1號 我們的代理市長 居然發布了人事命令 在選舉投票不到一個月前 發布人事命令 把一些人 他的一些 我聽公務人員的陳述是說 應該是他的子弟兵 然後把他調到這些重要職務 然後把原本的一些 可能區長這些職務 他認為不是他的人馬 就把他們可能降到別的位子去 在選前一個月 他們可能看矛頭不對了 韓總上去能換得掉嗎 這些人 因為他們已經去佔了 目前的這樣的一個職等了 所以就算韓總要換掉他們 也必須要 譬如說本來是七職等 因為他把他升官了對不對 現在這個市長把他升官了 你韓總就算要把他換掉 原本的位子 你也只能夠安排平掉 同職等的 還是要給他這麼高的位子 對 所以你就會知道說 為什麼我們的代理市長 要在選前那麼短的時間 趕快火速安插他的人馬 先去站住這些重要的位置 薛偉 民進黨裡面是不是因人而坐 很多事情會不一樣 像今天早上的時候 行政院還在力挺李美珠 連你們這個委員們也都力挺 可是下午突然之間就風雲變色 一切就完全變得掉了 這個時候是不是因為 民進黨他們害怕 害怕李美珠變成了 吳一鳴2.0版 我想今天早上 我從高鐵坐到台北的路上 我就看了《蘋果日報》 然後上面就寫著李美珠 就是有其他的委員出來批評他 同時我就照了一張相 7點多的時候 我就在我的FB發了一篇 我認為說 即使是內局不必親 但是在民進黨 現在應該要改革的時刻 這個時候李美珠因為跟總統有親戚關係 所以你如果擔任這個職務 再怎麼樣也會落人口實 所以必須要避嫌 所以我在早上的FB我就呼籲就是說 李美珠部長 董事長 希望你能夠自己情詞 所以我是想說 其實這個不是說 一定是誰誰是財是手 還是誰誰說什麼 當然有人說 這個總統一定知道 其實我在猜 總統知道的可能性當然是有 如果萬一有人就是揣摩上意 誤解上意 拍錯馬屁 憲總統與不意 也有可能就是總統不知道 所以我個人的感冒就說 總統知道或不知道 我並不知道 但是李美珠部長 您應該可以體會到說 這個時候是民進黨要改革的時候 所以你來接這個科技 其實是不太適合 當然剛才我們的 郭建復說就說 我們的四人幫 坦白講我是這樣子覺得 就是說蔡英文總統跟馬英九總統 其實有一個共同的缺點 就是愛講數據 比如說經濟成長率有提升 對啊 平均薪資有提升 所以你覺得蔡英文蔡總統 喜歡講這些數字 我說在這個部分 在這個部分我個人覺得 你說賴清德院長 有沒有被四人幫加工 不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你今天發展經濟 就說我把經濟環境變好 比如說他講到解決五缺 缺水 缺電 缺工 缺地 缺人才 這個部分事實上是 要讓創造一個好的經濟環境 教育就說你包括長照 包括因為要長照的經費的燃捐 這個看起來都有理想 但是這個理想就是說 有時這個遊樂 坦白講我們這次選舉選輸 我們要承認輸 我們要檢討就像布滿了很多的乾材 那韓國瑜坦白講他是 國民党的候選人裡面口才最好的 他就放了一把火 然後很多的媒體或者是說 對岸可能有一些資源的協助等等 就是說這個變成說 火上在把他加油 可是不對 這也是民眾自己本身的 這個怒氣也有起來 對 所以我就說這個是乾材 乾材再加上一把火 再加上火上加油 就乾材遇到烈火 就燒起來了